其實組對來說它是我生存的養分 我並不想當俄羅斯飯塊裡面被消除的那一個 我覺得只有獨特性存在的時候 我才會感到強烈的存在感 前衛這兩個字並不是代表多潮流感或多具未來感 對我來說前衛兩個字應該是說你搭配書前所未見的風格 是一個態度的展現 除了某些可能重要的場合我想要重穿一遍 不然的話其實我每天一定是堅持不一樣 我是Wednesday 禮拜三 就是台語裡面禮的禮拜三 大學時期的時候穿得蠻黑 加上眼線的關係 然後就覺得很像Adam's Family的Wednesday 所以之後就變成用Wednesday 直接當陰謀名字 然後我是Plan Me 台灣的品牌的視覺底鍵 然後也是Wednesday與快透樂團的主唱跟創作者 對很多人來說假扮魔鬼也許很有意思 單獨來說 其實我就是花了大半輩子去證明自己 不是魔鬼 就是我是 心態上是一個很正常很努力的人 但是我喜歡這樣的外觀呈現 所以我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練習技巧很努力的讀書 就是要為了證明自己在這個社會上還有意識之地 但是身為每天都是萬聖節的怪餐其實相對來說生活並不行 那麼容易 因為你很容易就是聽到一些路人的不太禮貌言語 可能是你看那個人可怕恐怖等等 對我來說這些人不會是那麼重要 我也不會去順同別人眼光 因為我覺得順同的好處它就是 讓別人都喜歡你但是除了你自己之外 所以我會覺得認真做你自己會比較重要 我們通常都是一星期練一次 因為大家都上班族 所以就是多半是五六日會選一天練 就是我自己的風格的話 是從大學時候就開始 像從音樂開始 搖滾 哥德 筆記 片 到文學 到藝術等等 就會將文化跟你自己的美感結合在一起 慢慢衍生出自己的風格 走出這樣的框架 然後我們把我們觀察到的現象跟想法 去寫出來 去建造出來 一座座的人哭一盡 雖然我們的歌 常常聽起來是 曲調是比較疏離性很強的 但是你仔細聽之下就會發現 它其實層層交疊起來 就很像一個衝動 一直不斷牽引的內心情緒 你睜著眼睛在睡覺 那你的夢是像四方去做夢的 就可以漫遊到很廣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感受到一切的痛苦 就比如說別人已經睡了 我還不能睡 沒有假日等等 然後為什麼想不出來 為什麼 所以你就會陷入一種情緒裡面 然後加上你在寫這些情緒的時候 感觸就會更強烈 並不是說 我因為生活是如此正軌正向的 但是我情緒就 或是我歌詞的黑 其實就來自於這樣的過程 但是我也從來沒有像這樣的焦慮感 低頭過 其實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很外放很外向的人 當我們組了Wednesday快透樂團 我要站在台上其實是非常緊張的一件事情 指標人物 潮流人物等等 都不是我的目標 因為我並不在乎名聲這件事 就是我比較在乎自己內在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情感性的東西 我覺得沉默的人常常也可以做不沉默的事情 這是一點蠻妙的 就是對我來說 可能寫東西做東西都是我這樣的天分 可是我可以發出不平凡的聲音 我們都應該去理解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每個人出生就是原創 何必就是照著別人的劇本去走 然後去複製一樣的人生 一個模樣 緣語感 安靜傳 一雙 孤獨 能離散 二雙 兩雙 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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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主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